就這個口感而已 那各位,到底哪一種豆腐比較好? 沒有比較好,就是比較有蛋白質含量高的味道 其他東西都是口感好嗎? 你喜歡就好,好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我們做豆腐最重要就是要我們所謂的黃豆 我們今天用的黃豆它叫花蓮號這個品種 它是非基因改造的黃豆 然後呢,我們家的黃豆經過有機認證 所以我們今天各位正在乎的豆漿是 非基因改有機黃豆做冷盤 好,黃豆什麼時候種最好? 告訴各位3月1號不要超過3月10號 今天最後一天,過了 我們家的黃豆3月1號做下去 種下去之後呢 這些是我們遇到的一些蚊子 大概10天內會發芽 好,然後一搖之後咚咚咚咚來 看你看這邊,中間挑粿讓粿 這個是大概50天左右就開始開花 種下去 跳完花之後再過4到6週 就是各位吃了 毛豆 所以毛豆就是沒有成熟的黃豆 還沒有成熟之前 採下來吃就叫毛豆 另外再跟各位朋友講 黑豆的毛豆一樣可以吃 他在年輕的時候,黃豆跟黑豆一模一樣 你拖開一樣是綠色的 好,那我們在毛豆期間不要採它 讓它在田裡面繼續生長 那狀況就是變成這樣 就不能當毛豆子太老了 好,那這時候還不能採喔 等到葉子乾 然後這時候豆角變成咖啡色 這樣就變黃豆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用人工採 採回來經過日曬 讓豆夾更乾一點就可以脫夾 脫完夾之後就保存了 這邊這樣 從種下去那一天到所謂採收 120天